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阳宫虽然很是豪华 刘邦却没有心思居住 因为此时边关的匈奴一直都让他寝食难安 这个时候的莫读对汉朝已经是很不屑了 认为汉朝不过尔尔 他派了几万人马给韩信 让他对汉的边疆进行不断的骚扰 面对着不断求救的文术 刘邦真想找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去迎击汉王 可是此时放眼整个朝廷 只有一个人能完成这项任务 这个人就是韩信 那我得再次提醒一下 这个韩信并不是投降匈奴人的那个韩王韩信 刘邦的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 这个已经降为怀音侯的韩信 再也用不起了 他虽然对上次被困于白登山的事情心有余悸 但此时朝中吴大帅 他思来想去 最终只好自己再度挂帅 亲政去评判匈奴 这韩信虽然神经百战 也算是个风云人物 但听说刘邦的汉军又来了 就学会了匈奴人的战略思想 不敢来真情对对碰了 而是枉起了让你猜猜我是谁的游戏 就这样 可怜的刘邦劳实动众 忍着酷寒在边疆转了一个多月 连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此时的边疆北风呼呼地吹着 一种叫寒冷的东西 整天包围着刘邦 刘邦知道啊 自己再这样下去 只怕没有等来匈奴人 自己就会先冻成僵尸了 于是乎 一个月后 刘邦带着重将呼啦啦地打道回府了 可是就在回来的路上 刘邦却遭到了刺客的暗杀 说起被刺的原因呢 故事还得再往前推进一年 汉高祖六年 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出征 后来因为轻敌 中了莫毒的诱敌深入之际 被围困于白灯山 后来利用陈平的计策成功逃脱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他把全部怒气发泄在了赵王张敖的身上 这张敖是张尔的儿子 他生的纯红齿白 面如冠玉 那叫一个玉树临风 吕后一看他意表人才 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 最终认为他诚实可信 后来跟刘邦一番商议之后 就决定把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他 因此呢这个张敖 说白了已经是刘邦的准女婿了 当时面对准岳父的到来 张敖心里边那个激动啊 他热情地把吃了败仗 灰头土脸的刘邦迎进府中之后 极尽恭维之能事 别的就不多说了 甚至连端茶送饭的事 他都亲自来做 为的就是想讨准岳父的欢心 看着忙忙碌碌 进进出出的张敖 刘邦心里边有想法了 这样的男人 简直就跟富道人家一样 哪里有半点王者之气呀 我当初决定把女儿嫁给他 看来啊 这真是看走眼了呀 他在张敖府住了几天 见张敖天天都是这样的现殷勤 更是打心眼里边看不起他 有一天喝了酒之后 他就把张敖大骂了一顿 然后怒气冲冲地启程 回洛阳去了 这段小插曲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令刘邦想不到的是 去年他在赵王府中 当众谩骂张敖 随后拂袖而去 张敖不断地反省自己 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他手下的人就有看法了 其中丞相冠高和赵吴等人 都是身经百战 德高望重之辈 他们跟随张敖的父亲张尔多年 那都是忠心耿耿 张尔死了以后 他们又辅助张敖 看着主子受到了天大的辱骂 这一口气 他们无论如何也是咽不下去 他们本来想马上就造反 但想到张敖忠厚老实 又是刘邦的准女婿 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他们想来想去 最终决定刺杀刘邦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成功了 就都留在张敖的身边 辅佐他治国安邦 而一旦失败了 他们情愿承担 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和后果 应该说他们的确是深明大义之人 想法很周密 无论成功与否 都不会把张敖给扯进来 正当他们摩拳擦掌等待机会的时候 刘邦却自己松上门来了 刘邦第二次出征边关去全力进攻匈奴的时候 他空手了一个月的边关 韩信就是不给他面子 连见一面都很难 这时候已经是寒冬时节了 刘邦再也不敢逗留 于是班师回朝 路途正好又要路过赵地 因为去年闹翻了之后 刘邦自己也不愿意再去张敖的府上 于是他找了一间客栈 最新版的新龙门客栈 马上就要上演了 观高等人对这个客栈 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店里的老板和伙计 还有一些食客 都是杀手乔装打扮的 而且乡房的夹层里边 也都藏好了杀手 可以说 观高等人在客栈里边 设下了一个必杀之局 刘邦在参加完地方官吏的盛宴之后 因为一路劳苦想早点休息 就起身前往早就预定好的客栈 三国演义里有落凤坡上落凤厨的故事 当时刘备帅庞统西进去攻打蜀中的刘章 但是在途中 庞统因为贪功冒进 中了敌人的埋伏 在落凤坡壮烈牺牲了 因为庞统绰号凤楚 他在落凤坡的死去 冥冥当中似有天意 令人唏嘻不已 而事实证明 刘邦在用计方面 肯定跟庞统是没得比 但在第六杆方面 却比庞统高了多少倍呀 就在去客栈的路上 刘邦的第六杆出现了 他突然向怀春的少女 心圆一麻起来 于是他就问手下的人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回陛下 这里叫百人 他的左右亲信 毕恭毕敬地回答呀 哦 百人 百树的百 百就通强迫的破呀 百人不就是 被迫于人的意思吗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刘邦的心里边这么想着 嘴上就说着 今儿晚上不住宿了 连夜回京城去 转念间 刘邦打消了去客栈 夜宿的念头 就这样 冠高等人精心安排的 暗杀计划泡汤了 最后他们只能对天长叹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刘邦回到宫中之后 匈奴人又恢复了 本来的面目 隔三差五就会南下 侵扰汉边境 进行一番强弩烧杀之后 就逃之夭夭 正所谓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汉边境守将 根本就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刘邦更是头疼了 他已经亲自带兵 出征两次了 第一次被困于白登山 差点连老命都赔进去 第二次匈奴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让他独自在寒冬边城里受了一个多月的活罪 冷风寒雪呀 经过两次大折磨 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刘邦 对匈奴人已经变得心有余悸起来 派兵去打吧 只怕赔了夫人又折兵 匈奴人不拘小节 他们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闪 你能拿人家怎么办呢 打 拿人家没法办 不打 更拿人家没办法 这个时候 刘邦的身边已经没有四大谋士了 萧和整天忙碌于搞后勤的事 行军打仗的事他从来都不过问 张良功成名就之后就归隐了 练他的功去了 从此也不参与朝中大事了 韩信这个心腹大患 自被罢免兵权和步步降职以后 已经不可能重用了 陈平也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当他的特别行政区区长去了 在这关键时刻 刘邦想到了一个人 谁啊 娄敬 鉴于娄敬当初不远千里来说迁都的事 他对这样忠心耿耿的人 很是喜欢和看重 再加上第一次出征边关 刘邦没听他的意见 差点就松了命 这时候刘邦招来楼敬 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直接就问他匈奴的问题怎么办 陛下不会一直只想到用武力 去解决边关问题吧 楼敬没有直接回答刘邦的问题 而是弱弱地反问了一句 啊 除了武力 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陛下 这天下刚刚安定 士兵们还没从战争的疲惫期调整过来 只怕很难有所作为了 此时打仗难度系数极高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臣有一计 不用一兵一卒 就可以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俗话说 秦贼先秦王 陛下只要搞定莫毒 就搞定匈奴了 只是 这个计谋能不能成 关键就在陛下了 随后 楼敬就说出了他的计谋 两个字 和亲 如果陛下能把嫡系大公主 嫁给莫毒为妻 带多赠一些嫁妆 把婚礼举办得庄严而隆重 用气势震住匈奴人 他们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应该说 楼敬的计谋的确很是奇妙 有香车美人相送 还有糖衣炮弹相赠 要想不成功都难 刘邦在点头的同时 也在为难 楼敬的计谋中 是要他牺牲公主 来换取大汉江山的安宁和平静 但有一个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问题是 他只有鲁元一个公主 是正式公主 要想把亲生女儿送入虎狼之口 不说别的 但是母老虎吕后那一关就过不了 刘邦知道 他要想说服吕后的工作 和出征匈奴的难度系数 是一样的 饶是如此 他还是相信 事在人为 于是直接和吕后 进行了一次面对面 自从当上了皇帝 因为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刘邦每天晚上 对付这些美貌如花的宫女 都来不及 因此很少来打 人老朱皇的吕后的主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 刘邦一见到吕后 表现得极为温柔 握住吕后的手 是亲了又亲 吻了又吻 仿佛吕后呢 早已被岁月的风霜侵蚀的 粗糙的如松树皮式的双手 如少女的手一般温柔 正在吕后 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柔 弄得心里边小鹿乱撞的时候 刘邦说话了 他委婉地说出了 想拿女儿和匈奴和亲的事 吕后本来想听到一些刘邦 从没说过的花钱月下甜言蜜语 此时终于听出了刘邦此来的目的 于是从迷离当中他就惊醒了过来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你如果要把她嫁给匈奴人 我还怎么活呀 这吕后就开始发威了 那声音几乎是在咆哮着 舍小家为大家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刘邦的声音也很高昂 跟刚才的温柔多情是判若两人 吕后一点也不退让 什么舍小家为大家 我就是不懂 我只知道 我只有鲁元和太子一儿一女 而且鲁元早已和赵王定亲 马上就要嫁过去了 你现在却要拿自己 臣子之气送予敌人 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面对着吕后的发飙 刘邦的腿就有些软了 没办法 他还得进行最后的劝说 这是和亲 又不是去受罪 再说把女儿嫁给赵王 这赵王只不过一个猴王而已 而那莫独却是匈奴堂堂的大王 一国之主啊 我们的女儿 能嫁给这样的人 也算是造化了 匈奴人历来蛮横凶残 那莫独更是由过制而无不及 他弑父自立 就是件最大恶极之事 我的女儿 怎么能嫁给这样心狠手辣之人呢 你不要再浪费口舌了 严禁于此 请勿复言 劝说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最终刘邦已失败高中 当然了 刘邦并不死心 为了让女儿换来他平安的日子 他还派了许多能说会道的良辰 去做说服工作 可是那吕厚软硬不吃啊 他的政策也很明确 来一个人骂走一个 来两个人骂走一双 刘邦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放弃把女儿嫁给莫独的想法 接下来呢 他又有了一个动作 叫做寻找公主 那么冷不丁这么一看 还以为是鲁元公主失踪了呢 刘邦派人去寻找她的掌上明珠了 但这里的寻找公主 却并非如此 前面咱们不说过了吗 匈奴人太让刘邦头疼了 他站也不是 不站也不是 最后认为 楼靖的和亲政治 来解决边境的问题 是最好的 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于是他才准备舍了女儿 去套住莫独这只狼 但是吕后坚决反对 刘邦不得不放下 打女儿主意的想法 但是和亲政策并没有就此作罢 于是刘邦来了个 千里寻找公主的活动 这跟开心明星脸是如出一辙的 只要脸蛋和长相 跟鲁元公主相像 体身和气质也很好 就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 层层筛选 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 相貌及神情 都特别像公主的人 终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